Hobby Game 大家好 我是Hobby Game的MS 今星期的玩具開箱就是這盒 BANDAI的SDX系列 來自SD騎士高達外傳的奸角 Leo Black Dragon 這個產品已經有十年歷史 也是騎士高達中十分重要的角色 雖然它有高達的外表 但是它是代表邪惡的一方 是撒旦高達最終形態 故事就說他 撒旦高達被騎士高達用艷之劍 推到火山之後 他就把靈魂和肉體分開 後來當他的靈魂和肉體合二為一的時候 再跟艷之劍融合 就用這個Leo Black Dragon的姿態復活 最大特徵就是身上有對惡魔的翼 還有他三條好像劍之劍的觸手 而在身體的正面有一對邪眼 背後還有一個呼籠頭 可以說是邪惡的熟足 不過這個玩具經過時間的洗禮 頭部的兩角都會出油 引致這個金色就退色 最後我們也是跟它重新塗上新的金色 才有片中這個效果 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Hobby Game 訂閱我們的頻道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又或者來我們的網站看看遊樂資訊 下星期再見